一個小資女的夢想 今天為大家邀請到這位是吳之榮 之榮35K的小資女 你非常有代表性 你跟我說說看 你原來家住哪裡 你怎麼 我剛剛聽你講 就是說你買這個房子 三買四買 三找四找找到了板橋附近的 這個江淬重劃區 你原來呢原來住哪裡 我本來是住永和 對那永和其實他的機能是很方便 然後離捷運站也是很近 可是相對就是我現在的租金很高 那我租金多少錢在永和 現在大概一萬二 一萬二左右 吃掉你三分之一的薪水 對所以我一直在想說 是不是真的是買自己的房子這樣子 那其實永和他相對他的空間很擁擠 然後每個我們的動具都很近 然後相對都是老舊公寓居多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那如果買房子的話 是不是要考慮新的房子的一個 好 那問題就來了 超哥來跟我們講看 是 我覺得我發現他的思考非常有層次 而且你很謹慎 你剛剛知道 他住永和 你如果想 享有跟永和一樣的生活機能 對不起 那個擁擠你必須容忍 可是這個感覺他不想忍這個 對 他想要寬一點 想要大一點 對 那三找四找就找到了江淬 你覺得這個決定是漂亮的嗎 我跟你講 志榮跟我信他一樣 我也住永和 可是我感覺心裡很擁擠 為什麼永和 因為道路有永和 所以我覺得分析志榮的 選擇這個重劃區 我們先來分析一下 據一下你覺得 大家提到說四通八達 交通對不對 四通八達 對 我們看整個我們現在分析一下 真的是有八達嗎 各位 一座兩座橋 星月星海 大旱 重翠 華江萬寶華翠 光復 四四八座橋 這個圖喔 四通八達 真的是八座橋 這個圖怎麼看 先大家講一下 這個是我們要討論的location 房東第一座的地方 對 跪跡的大漢溪 對面是新增 是 跪跡的新電溪 對面就是台北 是 是這樣的概念 據一下有兩個 剛剛提到四通八達之外 你看 大漢溪在這裡 第二個 新電溪在裡 請問 如果住在這附近 是不是就叫 台北新大直 對嘛 就是台北新大直 一個什麼 河岸住宅 然後這裡面 只有從這裡到這裡的河岸 總共幾米呢 五千七百米 五千七百公尺的 整個河岸的什麼 河岸的公園 那這個有步道嗎 這旁邊一定會有步道 有 因為這整個 就像這個叫做什麼 四地重化 是台 新北市一個 最長最大的一塊什麼 民間置辦的四地重化 四地重化就很簡單 我將來有很多的什麼 學校 將來有很多的公園 但再加上這兩 這個一個整個河岸 河岸地帶 對 五千七百米 所以我剛剛志榮覺得 他選擇非常有銳利的螢光 那我追一下 是 志榮你選這個地方 請問一下 你需不需要有 自己開車或摩托車 公共運輸 你有考慮進去嗎 其實我當初考量 將最重化區 其實是有一個點是 它離新板特區很近 是喔 對 那其實我買的這個案子 它其實旁邊就是很多 307、310的公車 其實307、310 是在板橋最密集的一個公車 所以我每天上班 通勤是很方便的 所以說到交通 這個地方 真的像他講的這樣子嗎 我跟你講 他最近應該有一個 叫做1280吃到飽 去看看捷運怎麼做 捷運其實很好做 我們看整個 整個這個江淬的捷運 對 就讓你看 我會覺得說非常驚喜 第一個 你看 這個是一個區域裡面 剛剛志榮提到 這個就是新板特區 板橋站 看上的地方 新板特區在這裡 好 第二個是府中站 府中站是一個商圈 對 各位 還有一個新埔站 你知道新埔站 現在的中古屋 有夠貴的 55萬跟65萬 但是這裡 新埔站還有一個 未來的環狀的 名聲新埔站 所以這有兩站 通到這個地方來喔 環狀了環狀了 鋼仔翠 江紫翠 江紫翠現在 中古屋都賣到50幾萬 是 可是新城屋可以賣到 46到50出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幾個這麼捷運通路 是不是四通八達 最後還有一個環河快速道路 跟什麼 65跟64道路 好 那它是不是整個叫做 好像是任督二賣 打開了整個的重劃區 好 軌道也好 道路也好 看起來 四通八達的 蜘蛛網路已經佈建好了 對 但是 待我們看進去喔 其實 說到重劃區 我最大的疑問就是 這堆土地 剛剛開始 它還沒熟 那我就care說說 有一好沒兩好啊 生活機能也好 交通我們沒有問題 生活機能這個部分 我們怎麼樣能夠 對這一塊土地 有更深的了解 聽一下 我們知道 剛剛提到的 整個的江翠北側的重劃區 占地大概是82公頃 可是它是什麼 它是舊的都市裡面 重新在 更新的一個什麼 重新的一個 市地重劃 所以它有舊商圈 當然也有什麼 新的覆定 對 好 那我們看 整個是82公頃 分著A B C D E F G 對 總共有這麼七塊的土地 一個環鑽的 一個環鑽的 那這一塊大概18公頃 這個大概16公頃 這個大概26公頃 這個大概21公頃 好 你看加起來 這麼的5700米的 整個合併工業裡面 分散七塊 好 這七塊怎麼去選 就像怎麼選 第一個我們看 這裡有個中正商區 商圈 你剛剛提到說 生活機能到底怎麼考量 有中正的商圈 然後它過來就是什麼 新版 過去就是什麼 好方便 對 所以這個地方 事實上我們看的一個 是比較特殊的一點 好 出現一個 學區嘛 板橋國中 還有一個叫做國光國小 所以有幾個公園 光這個地帶裡面 基本上大概有 四個公園 兩個學校 好了 志榮我來 又來跟你請教一下 是 A B C D E F G 你落在哪一區啊 我選擇的是A B區 A B區 哎呦 喔 你好厲害 哇 你真的是 所以是 生活機能這個地方 你剛剛介紹完哦 我覺得重點是 因為你知道嗎 這裡當然是江翠嘛 江翠捷運站 它是有所謂的 雙十路跟文化路的部分 但是 這一塊地方 我覺得有一個比較 特殊的叫做 板橋四三五 藝文特區 這什麼地方啊 我跟你講這個以前是一個 過去是一個軍券 對 後來就改建成變成一個什麼 藝文特區 是 這個退府會做一個藝文特區 所以這個部分 讓我感覺上 有點小華山的感覺 華山的感覺跟什麼 我們今天在市政府站裡面 這個聯合報後面那個感覺 我猜 藝文 這對是藝文 然後relax 非常casual 然後空地 草地 沒有錯 以後你有很多地方可以散步了 是 但是我還覺得它是 最重要是它叫435 為什麼 應該叫做中正路435號 所以它是中正商圈 對 好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生活機能呢 我們顧慮到了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通常這一片的 所謂的重劃區 我們都會覺得有沒有領頭洋進來 沒什麼 搞不好你買 旁邊怎麼都沒有什麼好的鄰居 結果會發現說 這一塊地方 兵家必爭之地 我覺得這裡面 因為它有商圈的腹地可以銜接 第二個部分 它有各個國小的部分 另外公園的部分 那最重要 其實最早的部分 整個江崔充華區裡面 是從這裡面開始引爆的 那這個地區的引爆裡面 剛剛提到是一個這個 守購組的 守購組 所以這個裡面有很多案子是 第一首付 我就說第一是付款很少 第二個月角 剛剛講工程裡付款月角少 第三個 寬限 高寬限 第四個高銀貸 最重要的是為什麼高銀貸 剛剛志榮有提到一筆 公司部分的建案 還會提供你公司貸 對 你如果沒錢 就像我沒錢怎麼辦 這個首付 這個月款 這個月角不多 但是我提供給你一些部分 公司給你一些零席的貸款 增加你的財務 減少你的財務壓力 你現在講到的是付款的方式 專門要吸引 像資榮這樣子的首購族 引你們這些皇上人進來 那我剛剛問題就說 請超哥帶我們來解碼一下 這邊有多少扛把子的 這些建售公司在這裡插旗 我看接近有大概 30家的這個上市規 當然有幾家 本身就有七八塊的土地 來 說說看 當然我想 這個 當然我們不會指迷到去哪一家 但是部分的 你看這次像國泰 國泰就國美利保潤泰 對 利信至少有五六塊 七塊左右 還有包括一個新潤 也是上市規公司 對 這個這樣的一種 那當然包括其他的部分 包括茂德 華顧 三位都有 是 那超哥剛剛一直提到 就是所謂的低首付 然後非常低心 低月角 高寬線 揹得輕鬆一點 不過 這種錢少少的人 他更在乎的是 我不要讓我子彈飛久一點 而且 常常有那個聲音就是說 說不定 慢慢慢慢升息之後 國際局勢我們跟上去之後 會不會到時候我 一上去完買了 結果變成我反而負更重 那我要不要再等一等 我覺得現在 當然 建商的策略跟廣告公司的策略 大家都有了 但是問題消費者自己要看清楚 自己的荷包 但是如果說以這樣子 這麼大的區塊來講 它的總案量 基本上 差不多500億案量 整個市場 而且它最重要是說在520 520這段時間裡面 過去不是一個銷售期 現在變520也出來了 所以我們看這段裡面 基本上 我們應該要怎麼去挑 第一個要符合自己的財務 財務問題 第二個你剛才講的重點 其實這塊地 很多銷售非常的好 所以目前本來是四字頭 45 46 有可能未來走上 江翠五字頭 會喔 會 那我還真是先恭喜你 先下手圍牆是不是 好 所以今天志榮來到這個地方 還有超哥 帶我們看進去這一塊地 他會越來越熟有一天 好不容易攢的錢 當然都要花在刀口上 我們買不起豪宅 總是買豪宅吧 敷一個夢想 讓你美夢成真 恭喜你啊 謝謝 你 我會離開 你的豪宅 我會離開 你 你 沒辦法